这里就是宋秦的祖籍 海南省门昌市 在1893年的1月27日 宋秦林出生在了上海 我们可以看到 这位就是宋秦的父亲宋耀如 那这位呢是宋秦的母亲 尼贵珍 她呢是明代的著名科学家 徐光景的后裔 就是在上海的学家会呢 有一个徐光景的墓 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去参观一下 那宋耀如夫妇 一共养育了六个子女 这是宋家现存的 文艺章全家照 它呢拍摄于1917年 中间这两位 就是宋秦的父亲和母亲 在他们的周围呢 就是宋秦林和她的兄弟姐妹 分别是坐在父亲前面的 就是姐姐宋矮玲 就是他们大姐 最右边的呢就是宋秦林 中间呢是宋子文 在母亲的身后 就是宋美玲 在父亲的身后 是宋子良 最后最前面的就是宋子安 那宋家呢一共有六个子女 三个儿子三个女儿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照片呢就是小时候的宋秦林 这个男生不是少掉一个吗 哪一个 应该三男啊 三个竹林啊 那这有两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 那这里一个三个儿子嘛 嗯嗯嗯 小时候一张照片 嗯对对 在1907的时候那当时呢宋秦林就赴美留学 这里是宋秦林所就读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但是那年就学了 嗯 这是她小时候 小时候一张照片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照片呢就是宋秦林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她和同班同学的合议 那我可以来看一下 这两张照片呢又起的第八位 那位穿黑色衣服的就是宋秦林 大家看到吗 又起的第八位 那位穿黑衣服的 嗯 那这里就是70年时代的宋十三姐妹 中间呢是宋秦林 在她的右边是姐姐宋爱玲 左边呢就是妹妹宋伟林 嗯 在1913年的时候 宋秦林她大学毕业 获得文学学学位 这是她的学位证书 所以呢在宋秦林毕业之后 她就来到了日本 接替了姐姐的工作 担任了宋东山先生的英文秘书 因为呢当时宋秦林的姐姐宋爱玲 她要回国和孔祥西先生结婚 所以呢宋秦林就来到了日本 接替了她姐姐的这份工作 那他们俩人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以后 就在1965年的10月25日 宋秦林与宋东山先生 在日本的东京结婚 这一年呢宋秦林是22岁 宋东山49岁 因为呢当时呢 他们俩人的年纪相差比较大嘛 所以说呢 家里人就特别反对着当婚事 但是呢宋秦林觉得 她和孙先生呢 有着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奋斗目标 所以呢就走到了一起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他们俩人的结婚事约书 也就是这个的结婚证书 上面呢有他们俩人的签名 我们来看一下 结婚证书 这张是结婚证书 那不是事约书吗 事约书是结婚证书 一会儿是一会儿是一会儿是一会儿的 嗯 日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件衣服呢 就是宋秦林的母亲 姻贵珍在结婚的时候呢 她所穿的刺绣礼服 那当时呢 在女儿结婚时 她就将这件礼服 赠送给了宋秦林 作为了嫁妆 当时结婚的刺绣礼服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啊 在1921年 苏东山先生在广州 就是非常大总统 那随后出兵广西 为北伐做准备 宋秦林组成了 出征军人未来会和红十字会 追随苏东山南征北战 在1922年的时候 当时军阀陈九明叛变 炮轰了广州总统府 那这是历史上著名的 苏东山广州门的事件 因为呢 在那个时候 宋秦林已经怀有了身孕 但是呢 在撤退的时候呢 由于受到了惊吓 不幸流产 所以呢 这也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情 因为呢 从此以后 宋秦林组再也没有怀过孩子 那这是当时夫妇俩登上了 永封剑后 和官兵们的合影 在孙先生逝世以后 当时的永封剑 就改变为中山剑 这是中山剑的模型 那这里呢 是孙先生所有的指挥刀 以及他的大爷山命将 是孙先生的谈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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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坐下来 先来坐下来 你都可以站住 把菜 好 可以